大家好,這裡是加油吧大叔,我是Wayne 你好,我是Kent 那今天呢,我們要做一個不一樣的 我們要做一個知識性的節目 然後今天來教大家怎麼做人口普查 那今天呢,我超興奮的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趕上加拿大人口普查 那所以呢,我第一次就要獻給我們Kent哥 對,因為加拿大人口普查非常重要 五年一次 人口普查非常重要 五年一次 人口普查非常重要 五年一次 那基本上它就是因為加拿大是一個多元化的國家 那這個多元化國家它需要政府知道說 怎麼樣去分配他們現有的資源 平均公平性的給每一個族群 所以我在這邊也呼籲大家 一定要做好你的人口普查 對,所以啊 相信很多華人朋友都跟我一樣 搬來加拿大也是因為加拿大有好山好水之外呢 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然後不同的語言 然後彼此之間都非常的照顧 非常的扶持 所以我們一起來去做這個人口普查吧 請看 VCR 今天是5月3號 你們陸陸續續都會開始收到這個人口普查的通知書喔 這邊會出現你們的地址 那每一戶只會收到一封喔 現在這個是打開通知書裡面的內容 在最上面的地方 你們會看到有一個16位數的密碼 那每一戶也只會有一個密碼喔 那這邊呢 也提醒大家 這個人口普查必須在5月11號之前完成 去哪裡完成呢 就是到這個網址上去填寫啦 那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開始時要提醒大家 系統會依據每個人所勾選出的不同答案 而跳過一些問題或引導到不同問題喔 所以你們在操作的時候 可能會碰到和我們教學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留言給大叔們 我們會替您解答喔 在這裡填上16位數號碼 就可以直接進入人口普查頁面囉 總共有Step A到Step E 那Step A 第一到第四題 是電話、email還有地址 Step B是問家庭成員 第一題是居住人數 第二題是家庭成員名字 這裡會依據上一題的人數出現不同的空格喔 第三到第四題是是否有其他人居住在一起呢? Step C的兩題是問是否有不確定應該填寫的人 Step D有分兩個部分喔 第一個部分是人口統計信息 第一到第七題分別是性別、生日、年齡、婚姻狀況 以及住在一起的成員之間的關係 如夫妻、子女等 第二個部分是語言 這裡非常的重要要記得畫重點 第八到第十題 如果有使用其他語言 除了官方語言、英文及法文之外 一定要填寫自己的母語 以及平時使用的語言喔 接下來是 是否有加入過軍隊 是否有上過法文學校 到了第十八題 是要了解相關的健康狀況 再來也是很重要的部分喔 第十九到第二十一題 是你的出生地、國籍、以及身份 畫重點的地方又來了 第二十二題是你的語言 第二十三題是你的民族 如果不確定要填什麼 上方有一個下拉表格 你可以參考一下 第二十四題是確認你是不是原住民 第二十五題是你的種族 大家這裡一定要認真填寫喔 接下來三十題是宗教部分 上方也有下拉表格喔 第三十一到第三十七尾 是否有搬家 以及教育背景相關問題 接下來三十八到五十五題的部分 是有關於工作相關問題 那題目會依據你每次不同的答案 而有不同的問題 每個人都會不一樣喔 第五十五到第五十八題 是有關於支出的部分 再來是最後一個部分 Step E 這邊是有關於住房情況 只要把這邊填寫完 那大家也就完成人口普查啦 最後最後 如果你對於這次的人口普查 有任何的問題或意見 也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區反應喔 希望這次的影片能對大家有幫助 人口普查是很重要的 希望大家都要提醒親朋好友 來觀看我們的教學影片 我們一起來完成 也要記得幫忙家中的長輩們來填寫喔 加油吧大叔 我們下次再見 加油吧人口普查 預算去支持他們 沒錯 所以這邊呢 欸 準備跳舞囉 準備跳舞囉 跳起來 來 準備跳起來 越南人口普查 越南的那個DJ怎麼樣 蹦 不要再躺 不要走 好啦 對 我們每加拿大五年一次能夠普查 你剛剛有感想嗎 不是 等一下 他很好笑 你每次的正常開始就會 就會卡 五年 我等一下你是誰 學姐姐不太一樣的 是 等一下 什麼啦 什麼啦 知道大家怎麼做能夠普查 我們今天這個是一個教學影片 好我教學今天說 請看VCR之前 我要說 我把我第一次的人口普查獻給了Kent 我趕快趕出去 請看VCR 看VCR 欸怎麼又有電話 他說 按摩 還幫我 我旁邊 我老是 平日 我 沒有